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9XR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級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300人會員會在週三和週末發布會員影片 內容是支撐壓力的個股分析 600人會員會有討論群和不定期教學影片 大家好 歡迎來到炭腩9XR 炭腩9XR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48分 那我們今天加權指數是下跌了142點 然後我們的貴買指數呢 下跌了1.7 那這個貴買指數呢 在昨天就說 還算是我認為的鎖住五日均線 但是呢 在今天就算是一個跌破了 那他會往這個 就是我們看了 大概是267.5 那我們今天的這部影片 我們就簡單說啦 因為今天的這個心情比較阿杰一點 然後想說就不要打太多字 然後我們就還是有準備一些內容啦 應該說 原先內容都還是有 只是沒有把他這種打稿打出來的感覺 只是循序漸進這樣去講 不過我們的方向還是一模一樣 OK 那我們再來看吧 那我們就先來看新聞 那我覺得新聞方面沒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應該就是這個吧 華為呢 發布會 與蘋果撞起 沒錯 在下週的時候 蘋果呢 是在9月10號的凌晨嘛 那凌晨2點吧 然後我們的華為呢 是在什麼時候 沒有寫吧 我記得是在 9月10號的下午2點半 沒錯 他選擇在同一天 那這個蘋果是在凌晨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 應該就是故意的啦 應該是故意的啦 OK 那反正呢 就那時候 就是有講說 如果說蘋果真的出一個折疊的話 那我們的那個軸城谷有4檔 目前就是什麼 達麥 趙麗 富士達跟 那什麼 新日新 趙麗 沒有 這樣總共有5檔 因為趙麗突然 爬起來 大家講性極 總共是5檔啦 總共5檔 搞不好就往天上射了嘛 因為目前 這5檔看起來結構不壞 感覺上就在等待一些 話題吧 不過我自己個人是沒有啦 我沒有去 所謂的提前佈局 我沒有那麼的 就是這樣的產業面 然後有喜歡的人 只去找 時間去做切錄吧 那切錄時間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吧 因為 沒有 下禮拜一是什麼時候 OK啦 下禮拜一還有最終機會啦 就看這個後面的4天交易日 那會不會有人去賭 賭這個軸城 或者就會往上走 對 那反正呢 華為的部分呢 是之前已經有這個 兩折啦 應該是 對折嘛 我這個是有拿過用用看喔 那反正他這個三折手機 好像是會有機會出啦 那個可能跟這個軸城 是比較有相關的 然後跟大家做報告 那我們今天沒有打那個Word 所以我們就直接切入這個 大盤的這個話題 OK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期呢 大家都講得比較強勢 比較強勢 就說這個道瓊比較強勢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我們這邊就稍微來講一下 就是說 如果說以今年來算 我們還是用今年的最低點來算喔 算到他現在嘛 這個道瓊在昨天創下的歷史新高一點 那他從今年 1月1號到現在9月3號 他的這個%數總共是12% 那我們的道瓊呢 什麼是道瓊 那裡面呢 包含了應該是三四檔個股啦 這邊是前面十四檔 所以說 他包含的個股是比較少的 然後都是一些比較 算是我們所謂的傳產嘛 當然還有一些金融股 他前面兩檔 前面兩檔我們現在看到是比較偏這個 也是比較扭一點的 微軟跟蘋果啦 那下方的可能 這個11檔到30檔可能都是比較偏傳產 銀行股啊 一些沃爾瑪的超市啊 然後一些什麼生技股啊 然後聯合健康企 這個我就不太知道啦 反正就是 他是比較偏屬於說 所謂的傳產 那他 突破新高其實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走勢不跟他們走 如果說我們走勢跟他們走的話 那其實我們在今年的4月會摔得很慘 基本上快跌回到 他的這個4月的這個中旬 快跌到他今年1月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標普500吧 因為標普500就反而就很棒 因為他從 今年以來 我們從1月5號開始算的話 他到現在 又快創下 歷史新高的位置的 這個點呢 已經漲了20%了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納指 納指的部分我們拉遠 我們切成日的 來看一下 圖片很亂喔 比較在意 我們先看這個地方 從這個 漾龙從1月5號開始算的話 到最高點是28% 結果大家這邊有重挫嘛 重挫的這一波 其實真的把很多人都撒出去啦 因為我 我自己個人在網路上面觀察 就是說這個Po Po這個個股對戰單人 變得越來越少 沒有什麼人Po 然後開始有人 以前是 都是Po賺錢 現在都是問說 這個股票 有沒有人可以交流一下 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 轉而 以前的 就算是有點 就是恰恰的感覺 現在是轉為就是說 要認真學習的一個 一個網路觀察啦 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當然 還是有一些人覺得可能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才做 才進場 他可能後面是賺了 那心態上又不一樣 這邊被殺下來 跟這裡坐上去被殺下來 還有 這個殺下來之後才做進場 跟現在才進場 每個人的想法明明是不是都不一樣 但最好是怎樣 最好是 有被上衝下襲過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反覆洗刷洗刷 你知道股市本來就是有機會 就是 應該說 所謂的必然會 修正 OK那我們講回我們現在的這個 盤勢 那現在盤勢來說啦 我們在這個 前幾天的節目裡面 我們有畫這個 頭巾底 我們把它貼上 貼回來 OK 反正就是說 在週一的 復盤的時候 應該是昨天吧 上禮拜五的時候就這樣 上禮拜五的時候說 這邊有機會做一個頭巾底嗎 那確實右肩 在上週五又打一次 在那個8月31號的 凌晨12點 又下來打一次 然後在昨天晚上的 沒有是早上 早上 早上6點的時候 他開這個地方 然後中挫 因為昨天的那個美股是沒有開盤的 但是他的這個期貨有在走 所以說他是在早上的時候 摸到壓力又往下跌 那他這個修正呢 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他的修正 來修正到了這個 就是頭肩底的這個頭 然後右肩 我抓右邊這一根 然後 往上一台 然後就有一個上升趨勢線 那代表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 剛剛這個下影線和這根下影線 他就是 來摸到第三次 所以說他現在的格局雖然說上面是有壓力 就是大概在 今天只要摸到那個19600左右這個位置呢 目前是呈現一個 蠻有機會的 蠻有機會 或往上做突破的一個走勢 只是短線是走強的 短線走強 但是以結構上看起來他也是在 上升趨勢線裡面嘛 然後呢 他也是在剛剛是有故意去做一個 我覺得是有點算是多單的洗刷啦 個人想法啦 當然這個就是 一些很很 有在操作一些當衝的人 細部的一些想法 當然也不一定正確 所以說目前的一個走勢 我認為是OK的 那這個OK的走勢呢 今天一定要走完 就是說今天 現在講 我現在講的這個強勢是 今天晚上一定要做一個突破 因為他沒有時間了 他如果今天不做突破的話 那就沒了 這時候 反觀我們的這一個 目前的期貨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目前期貨 如果說我們抓 8月23號嘛 記得 隔一天的標題 那天的復盤要打算 我說只是回來大支撐 沒錯因為 這個結構上 把這個關掉 有點亂 結構上呢 8月23號這一天 我說他只是回撤到這一條 大家看一下這個虛線 應該看這裡 不要看那麼遠 看這裡 這兩根的低點 然後拉過去剛好是這三根 1、2、3 然後測到這裡 21800左右 我們說他只是來回撤支撐 回撤大支撐 然後他現在呢 在剛剛的尾盤 大概就是1點 40幾分的時候 這是1點40幾分 1點45分收盤 起貨部分 下午的 然後呢 在最後的五分鐘之內 他就突然暴跌 最後五分鐘 突然這邊 往下刷一根 然後又往上抽起來 就有點把 好像多單給打掉的那種感覺 再加上 有一個小小利多啦 那小小利多是這個啦 就是呢 大台空單是減少3000口 昨天往下減少1000多口 所以說現在的空單 好像 好像大概 36000嗎 36000口 因為昨天是到4萬嘛 然後到4萬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發文說 這個外資的空單什麼時候 怎麼變4萬啊 他都不敢做建倉什麼之類的 那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就覺得 有時候這種數據看太多 好像沒有到太好 那沒錯 但是我現在又在講這個數據 但是 我們就往好方便去看啦 就是他要減少 然後呢 剛好呢 來摸 他那個 他那個最後面最後面 到底是最後一分鐘嗎 最後五分鐘 我有點忘了 最後一分鐘啦 1點44分到1點45分的時候 故意打下去再拉回來 然後剛好是來摸 這個 三小收斂馬往下收 然後上升趨勢線往上走 就是下降趨勢線往下 然後上升趨勢線往上 對 然後這個下降趨勢線的部分呢 我稍微做一下更改 因為在早上呢 這個地方摸頂 那昨天是貼在這一根 昨天是貼在這一根 那就有點圓圓的 然後現在貼在這一根 就這一根貼下來 感覺上比較有打到今天這個 這個點然後往下跌的那個意味存在 所以說現在是 下面收斂上來 然後故意用最後一分鐘 這一分鐘真的不知道到底是為什麼 這是有點 就我們剛才講 那種刻意把多單洗掉吧 就是說你從 你就算從這個地方開始做建倉了 8月29號 然後 等到現在這個位置 都非常有機會 就是你有設定 智慧停損單的話 你會被打掉 或者說上方的多單呢 全部都有機會被打掉 對 那我不曉得是這個用意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說我們單看這張圖 加上外資的 這個 空單回補 加上我們的納子 今天走 今天感覺上必須走強 因為三層趨勢線到了嘛 然後也是要來符合大結構 這個結構 加上 他也是剛好來摸這個 所以說 明天或是說今天往上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這樣往上去走 至少先突破下降趨勢線啊 那其他的我不捨得忘 因為我們在昨天判斷是說 整體的格局有機會是會往下去嘛 就是說 因為明天是週節算嘛 想法大算是這樣 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這個 台地墊 台地墊的下降趨勢線是長這樣子 但是 因為 切成一個小時 他又長得有點怪 切一個小時的時候 他這邊會是突破的 然後在8月28號就突破 然後這地方剛好被往下壓 那但是呢 切成一貼又是長這樣 所以我其實個人也有點不太清楚 到底要怎麼看 那如果說我們去貼這個 TSM 台地墊ADR的話呢 他也是 快要啦 只能說如果貼的正確的話 因為我們不能說我們 貼的趨勢線就已經正確 如果說我們這樣掛保證 然後用這個線去做操作的話 那就是變線線了 但是我不想要變線線 所以說我們就拿來做一個 趨勢的判斷 那如果說有機會收斂 因為真的有點算是收斂到 快要到最末端了啦 所以 可能 之間往上這樣子 整個好像對應到 納子 台股 然後 往下去洗盤 然後多單回補 會不會就 有機會來一個 往上走 做收的一個周選擇 周選擇權的這個結算這樣子 我的想法 那這是大盤的部分 其實今天就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主要是說 有一些像是 鴻海廣達 然後又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 他只是在那邊盤整 好像應該也 應該也不能說他們有漲 對好啦這你們就略過 然後今天的這個下跌呢 比昨天更多 所以說如果說你在昨天 今天沒有做停損的人 那我覺得其實還算蠻幸福的 當然不是因為你被 你 套牢不做停損 而是你 原本原先就有做設定 5% 10% 15% 20% 然後剛好沒有達到停損 因為這兩天確實不好做 這9月的這兩天交易 真的都不太好做 好啦我們就來看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就是這個嘛 我們的這個 停利和停損 那今天沒有停損 那只有停利 那停利的部分我們先講一下 華城部分 全數出清 然後加方昨天賣過嘛 然後今天全數出清 因為剩下3% 我不想要再放著他 我覺得 他的這個 對反正他的產業我不喜歡 再來呢 黃昌跟波諾威呢 是賣第二次 就是跌破我就進錢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 那這個 他那個 我是訊號沒出來啊 算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因為他往下跌破啦 然後我在這根建長的 蠻久之前建長的 在 8月8號的時候 去買進的 然後後來就 有往上走 是8月8號嗎 啊對應該是8月8號啦 然後 就有往上走 但是今天就有點算是跌破這裡啦 就把他輸掉這樣子 因為也 不能沒辦法用 因為我們的最後一筆 但是要用月線把他賣掉 但是他月線從上面走下來 然後 今天這樣子跌 我就覺得算了吧 就把他給賣掉 然後在黃昌的部分是跌破 我是軍艦 之前呢 算蠻幸運啦 在這根建長嘛 對然後就 然後今天跌破 軍艦就把他給賣掉 再來呢 看一下波諾威 對那波諾威是在這根坐建長 拉上去這邊的時候 賣過一次 那這邊的時候 現在又賣 現在賣的話 只剩下這一個 6% 剩6% 之前賣好大概9% 10%吧 我也不太記得 對那反正是 賣第二筆彈 沒有去用賣光 好那加方做什麼 做天線 OK 我真的對他沒有到太熟 那反正也是在這邊坐建長 那之前拉這兩根中間 有一根我賣掉 8月28號吧 理論上8月28號比較合理一點 8月28 復盤的時候有收 然後把他賣掉 對那你說這個都賣得很好 其實也不近 大家看一下昨天 昨天那個高峰 停損了 然後最後尾盤漲2% 最近漲停板 然後呢這個 尖點今天也是 今天這個還好啦 因為他原盤中更高 但是他被 大盤算是給壓下去 然後我們 停力的部分還不是 純樣紅束 昨天跌破 月線停力 就有這個 拿住那個 獲利 對然後 君豪就沒什麼反應 君豪就確實 還是撐在那個支撐之上 個人的感受 是這樣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環節 這一個環節是什麼 是這個資金流的部分 那資金流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口頭說 今天最最最強勢的就是 這個 機械人概念股 突然的崛起 包括在裡面 工具機啊 然後我們剛剛機械零毒箭啊 然後機械人概念股 沒錯像高峰嘛 然後這個是 像影翰也是嘛 影翰也是 對反正就是像 萌莉啊 他也算是機械人概念股這邊 機械人設備 不過他是被歸類在機械人 然後比較 我覺得比較奇怪 是這個面板 面板類的東西 竟然還能夠這樣上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看 月城 明萬科 跟茂林KY 那月城好像是說是有跟台電合作啦 那我是聽聽的 我沒有到 我沒有去查資料 不過他在 前幾天的行情好像算不錯 那現在又在持續轉手 所以說 這個面板應該是 FOP 就是那個 反正是面板級 封章型 散出型封章 面板級散出型封章 每次要念都念錯 反正就是大戰 這樣子 資金流的部分 我覺得沒有到 特別的 不同 應該說沒有到特別的需要在 講過因為好像就 就是反反覆覆都是 機器人啊 設備有時候強有時候弱 然後像昨天是說網通 而且網通又有一片島 對又沒有到 特別的強 OK 那我們進入最最最 最後面這個 環節 我看有什麼東西沒有講 應該都講 因為沒有打稿 OK那都講 反正我們來講最後面 然後呢 星星跟尊頂KY剛好是什麼 這一波其實好像有漲起來是 說 我自己個人認為 是FOP 這個9月10號的這個蘋果發表 然後呢 台關電跟台藥是 我自己把他丟進來 因為這兩檔 我覺得比較有機會上漲 應該說不是 比較有機會上漲 應該說我們就看到他上漲 這時候我們就稍微去理一下說 這一次的瓶蓋骨 到底要漲什麼 因為他有什麼 就是他這個話題 到底要漲什麼 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四檔 因為問的比較 問的比較少 就問這兩檔 我們看星星吧 那星星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們知道上禮拜四 輝達財報 這一個就是有點 不受大家 青睞的時候 週四的時候 是在漲什麼 瓶蓋骨 那週五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稍微 漲跌互見 就所謂的瓶蓋骨 你在週四去追 但是週五呢 並沒有說 每的都漲 有的就是 有的漲 有的跌 那變成說我們 我們就是在 週末那時候 我們只能做觀察 觀察 這一週 那這一週呢 我覺得他就給出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ABF 不在這一波 這個 就我們現在肉眼看到了 ABF不在這一波 主力青睞 所謂的瓶蓋骨裡面 但是這個 PCB 應該說CCL比較有 PCB反而好像也沒有 像滑通藥滑 在這兩天 其實好像也蠻慘 理論上應該要在網上充滿 因為其實兩檔 應該是有撐到這段話題 而且原先的手勢應該不錯 但反而是被出貨 所以說我們現在理一下 大概應該只有 CCL跟軟版 軟版可能是 益加跟 序軟 對益加序軟 但是這兩檔竟然是 上去之後 又被打下來 當然也有可能會盤勢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一個 我們打在 我們 我們先講完這檔 那這檔基本上我覺得是沒什麼機會 我覺得不要看他 我不想看他 我也直接不看他 因為 我在上週末的時候 我把他丟進去 貨源個股 然後就在觀察 但是在禮拜一的時候 在昨天其實並沒有突破 並沒有突破 然後今天又再摔一根 所以說 走勢大這樣子 那我們先 我們講下一檔 我們來看下一檔 4958 OK我們來看下一檔 4958 我們把他打在這裡 就自己個人對於那個 蘋概股的一個 觀察 那不要問我怎麼觀察 反正是每天一直看 蘋概股觀察 觀察的部分的話 在上週其實可以觀察是什麼 就那時候看ABF 然後看滴鬼衛星 然後這個PCB 然後還有這個 軟版 那是什麼 CCL 就是跟一些 就是 手機可能比較相關 當然有一些他們就說是AI 應該說跟AI有相關 然後ABF基本上就 不受青睞 不受青睞 那滴鬼的話 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我們去看著這個 我們開另外一個 我們看著 升達科 好像還行 如果說 只有他這一檔的話 升達科看起來 還行 只不過好像也沒有特別 我覺得他們不是說受惠他 因為 如果說真的 真的應該說 完完全全受惠他 他本來就是處在一個 突破後的回撤上漲 那但是上禮拜是這個 有一個助力 把它往上去推 但是你再回去看一下滑通的走勢 滑通 他算是PCB 又算是這個低軌 整個這部分 然後 上週是往上推 週五 掌跌互劍 跟剛剛那個星星 真的很像 開盤的時候有人去追 然後 尾盤 就掉下來 對不對 開盤的時候你去追 對不對 然後尾盤 掉下來 對不對 是很像 然後這個躍滑 好像也是 躍滑是比較偏低軌 所以我覺得低軌 我覺得沒有說到 非常受到青睞 那我自己 自己個人觀察那個 PCB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沒有 看到一些族群性 因為如果說躍滑跟滑通 都算是PCB的話 所以我覺得應該目前只有 軟板 CCL 然後 還有 像光學鏡頭 我覺得也是 有點 沒有說到非常穩定 比如說像看看這個 大力光 就看大力光就好了 大力光夠大了吧 我們看大力光 他也是 把這個刪掉 OK 那他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拉遠 我們看這裡 從這邊看 看過去 我們就說他3200 周四 上去 6% 一個非常強勢的 這是美國線 所以應該是理論上在台國那邊看是紅K 然後周五 一樣下來 周一周二 但是呢 反觀 我們就回來看看我們的 這個 我們先看真頂 我們也是都忘記看 這裡 我們看真頂 那真頂的部分 就是說 他需要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我比較看像140這一層 那你看他們手勢的一模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在屏概股這個區塊 周四啦 周五開高下跌 周一跌 周二跌 也沒錯 好像就走戰的格局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把他刪掉的 那些部分 這是剛剛把他刪掉的那些部分 然後剩下的 就是 剩下只有 這個吧 這兩種 我覺得是 比較有機會 那真頂我覺得他可能 比較偏PCB這一塊 比較偏PCB這一塊 那他現在回撤到這一層 但我個人沒有到那麼喜歡 因為主要是 他在周五呢 蠻漂亮的被趨勢線給壓制下來 所以說你真的非常喜歡他 或者你非常喜歡他的基本面 那確實 這個以純技術分析的位置 這邊就是支撐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說 其實CCL比較有機會 來看一下 上周四 他還在這裡而已 然後上周五就往上走 然後再來在這邊 然後周五在這裡 好 那你說 他會不會其實 沒有要炒 屏概股 他根本跟屏概股沒關係 也或許是 那這樣換句話說是屏概股 炒的 這是炒一個寂寞 好啦我們就來看一下 抬光電的一個走勢吧 來看一下抬光電 那抬光電的部分原先我是在遠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 1 2 3 然後這邊突破嘛 那這邊當然就是亂掉 所以我覺得這條線就 刪掉不看了吧 然後來在這邊我認為說 他這裡有一個底部的一個空間 然後可以去打一個 突破後的回撤 不過他真正好像有機會只有這一根啦 不過這根真的是有點模擬良可 這根有點模擬良可 因為這邊 突破雖然說是 是上漲 他收盤數到44.5 然後收了比這一坨 我線都還要再高 但是呢 這根要剛好做電艙好像也有點困難 那反正呢 後面就往上走 後面就往上走 因為還是我當初好像不是畫那 OK我好像不是畫那裡 那這邊可能應該都沒有機會 好那所以說我們現在到哪邊了 現在呢 又收了這邊的波段行高 比這邊這一波還要再高 那此刻呢 相區線 我覺得這條應該也 不太需要看 但是反而是 我們上方的這個壓力 我覺得要關注 上方壓力其實這邊有一層 然後呢 今天的上影線 其實是給前高點的 所以他其實一個假承 505他突破了 有可能他會撞520 這是跟你講一聲520之後 然後就拋棄你 所以說我會認為說這一層呢 我會比較把他都是小的 壓力 他突然突破了 緊接著他有大的 壓力 這是小考大考的概念 考完小考很開心 當然老師說啊這個 不納入這個考核 還是說這個工作 因為工作我們比較合適一點 就做完一個 專案然後這個老闆說 這個沒有納入你的那個年度這個考核的績效 是這個小大想要的東西OK啦 你一定可以做啦 那做完也沒有獎金 那 過了之後 他輕鬆了 就來個大的 來個大的 然後就會把你 把你玩的體無反 體無完膚 所以 我覺得將來的格局比較像是 原本會這樣走 想法 是這樣 我覺得 這一層 目前來說 在近一個禮拜 只要不突破520 我覺得都先不要動他 都先不要動他 想法是 這樣 那我們看他台藥吧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他台藥的那一個走勢是如何 然後看他台藥 台藥部分呢 上周四 沒什麼反應 周五就往上走 然後 禮拜一卡 卡壓力 禮拜二卡壓力 沒錯 所以說 這個 很明顯的 他必須要站上去 大概就是178到180之上 那才有機會往上走 對那 我剛其實 我是直接把CCL給拿進去 屏概股 但是我剛自己也是看到說 原來上周四他其實並沒有反應 所以我自己要思考一下 他這一波漲的東西到底是漲什麼 那屏概股呢 這一波漲的 好像有一點 沒有那麼有延續性 好像這真的只有漲禮拜四吧 然後禮拜五有一點漲跌步驗 然後禮拜一禮拜好像都是 下跌的 大力光啊 雅光啊 浴金光啊 光學鏡頭不好 好像也是 對啊 這個屏概股的一些 個股可能都需要再次做觀察 但我現在 不想切出來看 因為有一些是放在那個會員個股 我自己還沒有看 好那就 如果說 待會有看的話 明天再跟大家做更新吧 好那這部影片到這邊嘛 反正想要跟大家報告 又人屏概股 漲了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一個 漲一個寂寞啦 炒作這個 話題也是一個炒一個寂寞的一個概念 那大家自己要去 注意一下 或許資金 還在機械 還在設備 關於什麼屏概股 我們只是要炒這個COAS 我們只要炒面板 炒那個FOP 關於什麼屏概股 我覺得 目前看起來相當有這個 意味存在 這是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好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再見